麦迪加盟CBA青岛南岚的消息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而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麦迪终于在自己的Facebook上面证实了这个消息 而在告别NBA之际 他还发表了一篇十分动人的临别感言 昨天CBA青岛双新俱乐部就已经确认 同麦迪达成了一份为期一年的合同 这等T-Mac本人签字就能够生效 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NBA征战了15个赛季的麦迪 终于宣布将正式加盟CBA为青岛南岚效力 这位前火箭巨星还同时在他的个人博客 与Facebook上发表了一份临别感言 麦迪在文中不仅向众多队友与记者表示了感谢 他同时还不忘感谢老对手柯比 他写道 柯比你的存在让我训练的更加刻苦 能够跟你对抗是一种荣耀 当然T-Mac也没有忘记已经退役的姚明 他在文中也表示了与姚明在一起打球的时光 让他永生难忘 而对于即将到来的CBA生涯 麦迪也是充满了希望 接下来我要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章节 对于能够前往中国为青岛双星效力 我感到很激动 过去几年我去过中国很多次 我爱那里的人们和那个国家 为他们打球是一种荣耀 最后麦迪还动情地向大联盟告别 他写道 我为我在NBA留下的印记感到骄傲 对于能够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 我始终心存感激 在每个夜晚 每一个体育馆 在你们每个人面前打球 是我的梦想 谢谢